8月14日,山西朔州淮仁体育馆,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基建项目进入到第六个比赛日,香港队在体校组男子重建团体赛中获得铜牌。 至此,香港基建队结束了本届青运会之旅。 当天的比赛中,首轮轮空后,香港队在八强赛中与大同体校队对阵,杀入四强。 半决赛中,香港队面对实力强大的广东青少年体校队以43比45的成绩熄败。 同牌争夺战,香港遇到的是长青少年体校,自始至终香港队都压制着对手,一度把分差拉大到20件,最终香港队以45比29战胜。 今天的成绩其实我觉得很惊喜,这次比赛是第一次这个团队来参赛。 然后我们一开头就是用放松的心情去比赛。 其实我们都是一开头不是那么急去抢分,就是以防守的战术去打。 然后我们没有落后很多,然后就好急去追。 最后一场就因为可能压力的问题还有紧张就变得保守一点,然后就最后那个关头不能打得很好。 如果我能把我的那两件很好的话就可以进决赛。 对此次比赛中的表现,何瀚乔和刘昊峰表示,大家都发挥得不错,但在心理素质和体能方面还需要再加强。 因为这次比赛有很多都是连着打,然后就有个投不过气来,然后就体能第一方面就是要加强,然后技术方面就是抗压的方面也要补进。 最终,广东青少年体校和福建青少年体校分别获得本届青运会男子重剑团体赛金牌和银牌。 香港基建队男子重剑组教练将军表示,半决赛时,香港队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下输掉了比赛,很是遗憾。 香港队取得这个成绩也算是一个突破吧,因为这个香港大部分的队员都是以业余的为主的,所以说能跟体校的这些运动员一起去这个角逐,也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锻炼。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